她看到有點傻眼 然後打到來 她們跟她傻瓜都歪不死啦 沒有 真的沒有 那時候看到那一折啊 我超緊張 而且我剛好在高學 我說妳在哪家音樂 我趕快跑過去 然後聽到我會電話來吃 對啊 聽到電話不行 她電話已經想到要翻臉 鼻尾管 不是擦管 不是擦管 對 然後 不用急氣 沒有生病 蔡小組 她的身體一向都很好 那只有就是說 年前大家知道她小腸沾黏 那那時候因為沾黏 她的那個白血球指數 因為太高了 所以 呃 醫生用藥也用的比較重 那我們也擔心說擦鼻尾管 媒體朋友鼻尾管 不是 不是那個 擦鼻尾管 會 我們那時候擔心會傷到喉嚨 所以請醫生說是用藥 那用藥去排她腸部裡面的東西 那可能就是因為用藥用的很重 所以她後來 恢復之後 小五因為她身體很好 也恢復得很快 恢復身體都很OK 但是呢 可能用藥用的比較重一點 所以她的那個皮膚反反覆覆 就會有一些紅斑 那臉上也是 那所以這樣的話就變成說 今天就很不好意思 剛剛好 其實她昨天上午都還好好的 可是到下午開始 就臉上斑又開始出現 到晚上 然後又出現了整個很嚴重 她都沒有什麼小命條狀 她身體真的很好 然後當然過年後她不是一次重感冒 那應該是我們在新加坡很熱 然後她凌晨回來的時候 台灣剛好是潭流 所以一時沒有注意到 她可能就這樣穿著腳就這樣出來 可能是這樣子感冒 重感冒 是不是重感冒 那也咳嗽咳比較久了 大概有半個月 大概還蠻久的 她咳蠻久的 所以 因為我認識農學 她沒有這麼重感冒 那麼可惡 她身體的下落對 她身體的下落不錯 所以當我們看到媒體寫出 她急氣的時候 我們已經差一點點到 不用急氣 真的不用急氣 就是小感冒 那這一次是連感冒都沒有 只是 她看到有點傻眼 然後感到 她說怎麼會這樣 沒有 真的沒有 那時候我看到她那一集 我好緊張 而且我剛好在高雄 說妳在哪一家醫院 我趕快趕過去 然後非常快點 在哪一組的 對啊 那電話已經想到要翻臉了 她很好 心如逢中 身體都沒問題 然後聲音也沒問題 現在是皮膚問題 那藝人嘛 床上美美的見大家 而且她其實 她真的是 因為他從來不保養 她皮膚其實不是很漂亮 她沒有辦法接收一點 這樣咯咯答答 的況現在不是一個咯答 整張臉都這樣 到脖子都是 對 所以 那有時候平衡 所以就只會直接等到 野昌會才出來 對對對 就是 不要有任何的壓力 想要讓她這樣 速速服服 那你們手下留情 鼻尾管 不是 不是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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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然後 不用急氣 沒有生病 沒生病 好